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欣然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是走到这边 然后看到后面有一大片的一个楼房的一个区域 非常集中 但是这里好像也不是一个村落的样子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村庄 因为这么集中的一个盖楼房的 而且都是三层楼房的一个村子 真的是太少见了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进村来看一下 村来这边是种上的这个树苗 然后最外围是有一些老人住的房子 就是那种简单的单间的一些砖瓦房 然后前面那里就是楼房的一个院子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盖的差不多都是一个三层的楼房 在我们这边其他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少见 据说我们其他地方也有就是说全部都盖楼房的 但是说全部都是三层的这种 而且后面有院子的统一规划的样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的 就像是那些商品房一样 然后外围就是他们老人的一些房子了 可能说家里的孩子什么的就娶媳妇了 然后就分家了 分家之后就他们就出来住了 然后他们这边好像非常靠近那边的一个小学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靠近学校吧 所以说他们附近的村民都选择把新房子盖到这里 前面那里还是修上了水泥路的 我这边还没有修的 这边前面这里就修上了 好像是三排的一个样子 可以看一下 三排前面我做 一共是三排都是三层的一个样式的一个楼房 然后这里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相似 然后我们继续进村看一下 哇 在其他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的 这边就不确定 还有一些空地是没有盖上房子的 不知道是怎样划分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到那边路口那里就有一个学校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是一个空地 然后后面房子还有的是没盖起来 然后没装修的 然后前面这里就是一个耿庄小学 前面是一个学校的一个区域了 然后我这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可能这里是统一规划的一个盖了这个房子 真的是在其他地方是特别特别少见的 就是在农村这里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改天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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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